7月4號距離鵝鑾比東南方 1500公里左右的海面 一個熱帶性低吸壓生存了 未來有機會可以形成颱風 它的路徑可能會直撲台灣而來 花東地區降雨量可能會跟著提升 請民眾要多加注意 4號當天的天氣相當晴朗 在台東市區的景點 雖然受到防疫的限制 外出的民眾屈指可數 但人可以看到零星的民眾 來到公園走走透氣 這樣的好天氣 可能從明天開始就要變天了 根據中央氣象局 以及各國氣象機構公布的資料顯示 在鵝鑾比東南方 大約1500公里的海面上 生成了一個熱帶性低吸壓 未來也很有可能發展為輕度颱風 而根據氣象局預測路徑顯示 這個熱帶性低吸壓 在週一到週二期間 將會跨過台灣的南半邊 同時也會為花東地區 提升雨量以及大雨發生的機率 請鄉親們外出時 記得攜帶雨具 並且多加留意天氣變化 記者安齊倫 談通室報導 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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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